口袋没有一百块 就敢买下一个亿的房子 这个交通基本靠走 通讯基本靠吼的妹子 不是什么阔态 也不是什么社会名媛 而是一个迷恋虚荣的女人 而这样的人 你的身边肯定有 而且不少 赶紧上车 前方高能 她一边说着房间挺好 一个人住虽然有点大 但是应该还行 销售还在介绍房间的这段好那个棒 她却直接开口 需要多少个W 我一次付亲 销售厅后 内心一喜 立马准备签单 可是临到电梯的时候 她却谎称自己有事 明天才有空签约 回家后她便一一打电话 谎称自己的丈夫买了相同的款式 她在一个美容院上班 每天干的工作就是打杂 住在一个狭窄拥挤的公寓内 一个酗酒成瘾的姐姐 一个败家的弟弟 这就是她的真实生活 在店里打扫卫生的时候 经常听到客人的钱包丢了 即使她捡到了 也会梁妆没看到 转手回家就把钱包送给了自己的弟弟 次日的她又在一家进口车的店里试驾 还故意让同事看到 中午大家闲谈的时候 她又故意对着同事说 中午都被你看到了 我就不隐瞒了 我要结婚了 在众人的你一言我一语下 她牛头不对马嘴地说出了 未婚夫是老师 买个进口车应该没什么压力 虽然老公不让我花钱 但是我还是想出一份力 毕竟我是一个勤劳贤惠的妻子 聊到开心的时候 她大方地说 今晚我请大家吃饭 可是她的口袋里 连一百块都拿不出来 于是她在办厂给男朋友发了信息 赶紧给我转五十个W 我现在有急用 回来的她又在众人面前 装作一副幸福美满的样子 朋友非要吵着看她未婚夫的照片 而她却极力地阻止着 直到手机掉落在汤坡里 她依旧是心中千万匹草泥马 但是脸上依旧不生气 然后温柔大度地说着 一个破手机而已 我早就想换了 次日她就拿着信用卡 分期买了一个手机 当店员递来的赠品 她毫不犹豫地说着 我不需要 但是没走几步 就回头要了那份赠品 然后又去买了一个大冰箱 然后不计重施 不好意思 今天忘记带钱包了 而销售人员不依不挠地说着 我们支持送货上门 小雅也只能不失尴尬地点头确认 随后她去找了自己的男友 男友为了自己的面子 偷来了老板的车 还特地换上了一套得体的西装 两人在新车面前 幸福美满地拍着照 这一切都是小雅提出来的 为了的就是以后展示给同事们看 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傍晚的她又拿着男友给的钱 去买了一身漂亮的衣服 装作一个阔太太的样子 去看房子 她偷偷地记住了房间的密码 在进门的时候 她接了一个电话 又谎称自己有事 下次再来 但是当销售离开以后 她便悄悄地钻进了房间里 看着这个奢华的房子 欣赏着外面的美景 捧着手中的面包 这是多么讽刺的荧幕 以这种方式混进奢华的房间内 真的可以满足自己的内心吗 唯一能满足的 只有自己的眼睛吧 次日的配送员 直接把冰箱送到了家 她着急地和对方沟通着 我还没付款 你怎么就把东西给送了过来 原来当时选择的是获到付款 自己又忘记取消这个订单了 无奈之下 她只能心疼地拿出自己的存款 来赌上自己的虚荣之心 次日的小雅便开始想办法 让姐姐见卖冰箱的事 却被自己同事听到了 于是她又继续撒谎 回家后的她知道了冰箱的价格后 虽然无奈也只能接受了这个事实 最近的事情让她烦透了 工作上也是失误连连 她也感觉到身边的同事 开始慢慢地疏远自己 于是在大家吃饭的时候 故意拿出自己的新手机 粮装着说道 你们不是想看我未婚夫的照片吗 这次我拍了呢 眼看众人都不怎么搭理自己 一个热心的朋友 为了缓和气氛 便接过了手机 夸赞着未婚夫的英俊和帅气 这才让小雅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 饭后的小雅 看到了站在把台的未婚夫 转身就跑 同事们也蒙圈了 不是说好的幸福美满的吗 怎么两人见面就闹呢 小雅疯狂地练车 吓得教练们都慌了 直到她从车里下来 众人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回家的她看到男友正在和姐姐喝酒 她对男友的前来很是不满 因为自己曾经把自己的家境 描述得很是富裕 而现状则是惨不忍睹 她再也装不下去了 她和男友吵闹着 是你毁了我 你赶紧把你的冰箱拉走 男友拉扯着 你的事情我早就知道了 我不介意这一切 但是还是没能换回小雅的转身 眼看事情就要败露 她收拾了东西 打算辞职 还把捡来的化妆品 送给那个一直对自己爱里不理的同事 她装作一副大好人的样子 把礼物送给她 同事耿直地劝着 不要再说谎了 我讨厌你这样的人 还把东西扔在了她的身上 这一刻的小雅怒了 她依旧面带微笑 装作一个名人的样子 甩手给了她一巴掌 然后礼貌地和大家告别 回家后的她因为和姐姐吵架 只能去再婚妈妈那里寄宿 可是当妈妈告诉继父 外面是个保安人员 她的心凉了 彻底地凉了 再也装不下去了 于是她又找到了男友 我现在干净了 我不会再撒谎了 你还会像以前一样爱我吗 我要跟你结婚 我们去见你的爸妈吧 当妈妈问及你的父母 是做什么的 小雅打算实话实说的时候 男友却轻车熟路地说着 她的妈妈是个老师 爸爸是个生意人 弟弟在英国读书 妈妈听后很是满意 小雅却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情况 我的妈妈再婚 掏弃了我们 姐姐得了治不好的病 弟弟是个败家玩意 男友还打算掩饰 小雅却癫狂地笑了起来 妈妈怒斥着 你这样的女人 不可以和我儿子在一起的 你会毁了我的儿子的 男子甩手就是一巴掌 希望他清醒点 可是小雅癫狂了 我从前为了虚荣心到处撒谎 你不满意我 现在的我不再撒谎 只想真实的生活 你还是不满意 我到底该怎么做 每个人都会因为虚荣心放纵 走错过路 而那条路是一条不归路 因为当你撒第一个谎的时候 就要撒更多的谎 去原开始的谎言 比其这样 不如真实地 接受自己的平凡 接受自己的落魄 好好地振作起来 用一个积极的心态 去迎接生活的挑战 不断地充实自己 完美自己 影片的最后 小雅在一束光中消失了 我觉得他也会在这束光中 涅槃重生的 每周三部好电影 喜欢就关注